第三个问题 在念佛堂念佛 如果感到极度疲倾 是否继续坚持 或者做充分休息 让自己在良好精神体力下拥够 过去 地形老和尚叫咕噜酱 各位都知道了 咕噜酱念佛三年 站着我身上 那非常难得了 太殊胜了 他也是愚智食智 他也是有寿命不要了 那么他教的方法好啊 这非常适合于现代人修行 念累了就修行 什么时候念累什么时候修行 让你身心都没有压力 修行好了 借着就干 这样就叫不休息 就叫做不间断 因为你没有这个精神 没有体力 你不能不中断 而且肾烦恼 所以地牢法子这个方法确实是善巧方便 无论对男女老少过行过夜都有利益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用脑力不是用脑的是用体力的佛号都可以不见得到 一边做工心里面的这个这个念不 不要念出声音什么事情照样干 要用思考那就不能够用脑子 但是在不用思考的时候你佛号能想得起来 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好事情啊 确定不要勉强 这个勉强很不好 我在早年 没出家之前 做居室 跟蔡年发司住毛棚 那个时候毛棚很辛苦 是真正的毛棚 四周围的墙是住泥巴边 湖上一点水泥 这笔风雪 上面盖的是毛棚 是零负其时的毛棚 那山上呢 没有电 所以晚上睡觉就睡得很早 晚上我们八点钟就睡觉 早睡一定起来得早 两点钟起床 我跟他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 感觉的也很舒服 早阔的时候 点一只小蜡烛 当然不能看熟 那叫灯光如豆啊 五个人住毛棚 早阔就是拜佛 那很好的运动 两点钟起来 拜两个小师傅 那他老人家也很好 过人拜过人 也不计变速 有人拜得快 有人拜得很慢 所以他不敲衍轻 敲衍轻 大家一样起 同时起来 同时拜 那个体力强的 觉得你太慢了 身体衰弱的时候 你太快了 都让人生烦恼 他这个 过人自己 拜过人的时候 这个不生烦恼 这个好方法 那么到天亮的时候 这个阳光出来之后 我们就大家在一起 做一个共同的早阔 就是三桂仪 大概三桂仪 平常送金呢 个人是做个人自己 那是我在山上最年轻 我三十一岁 三个出家人 还有一个老居士 六十九岁 所以当然 我要照顾大家的生活 所以我在山上做义工 烧饭洗衣服 我替他们干的 这个清洁环境 都是我做的 修福 那些佛报的基础 是从哪里修的 所以 这个出境佛门 物理学界 就是为常驻工作 修福 佛会以双修 福在前 会在后 你没有佛报 那一年佛报 想完了怎么办 那这一定先修复 所以早睡早起 地区 对这个身体 身体 养身体 就好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北京 这个刘教授那篇文章呢 我想你们大家都看 我有很大的感触 我离开毛棚之后啊 就没有 在下那样的规律的生活 就没有 就跟李老师学教啊 常常晚上搞到一两点钟 有的时候到天亮的 不晓得是要 但是身体很好 我想那时候 那个半年的训练 非常重要 早睡早起 参与法师 大我一轮 我都是兔的 大我一轮 今年92岁 还在啊 他这个年轻的时候 身体不好啊 那是个药罐子 他的房间里面 谁要药瓶的时候 大大宝宝室 都摆了几十瓶 能活这么大年岁 所以我想象 什么原因 早睡早起 非常有道理 晚上八点钟睡觉 早晨 我想现在不会年纪中起来 应该在三四年纪中起来 要肯定 所以养生之道 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 可不能说 这个 这个子午觉很重要 就是自食 晚上十一点到夜点 最重要的 你能够在十点钟以前睡觉 工作再多的时候 把它移着早晨 我现在晚上就是十点钟睡觉 很好 养成习惯 我早晨四点钟起床 你看四点 早晨吃早饭 这个是八点钟吃早饭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做很多事情 又很清静 也没有人打架 主要的功课 都是在这四个小时完成 在这四个小时 我将第四个小时 和别人 听你的小时 我叫我